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正比跟反比 我們說過它其實很簡單 你看公式就會知道了 F等於MA 如果我的M一樣 就F等於1乘A 所以A如果變2倍 F也會變成2倍 F變成2分C A也會變成2分C 這要乘什麼比 正比 所以叫外力會跟加速度會乘 正比 那麼F等於MA 如果力量一樣的時候 M如果是A A就是多少 2分之1 M如果是4分之1 A就是4 叫做什麼比 反比 所以定力作用的時候 質量跟加速度會乘 反比 這些都其實是不需要特別備 你看公式就會了 你看公式就應該會了 所以這叫做正比跟反比的關係 看一下了解 偶爾會有人問正比還是反比的事情 就是跟你介紹牛頓第二動力率 公式備好 F等於MA M叫做質量 A叫加速度 F叫外力 重點 外力單位 叫做牛頓 1公斤 1公斤 產生1公尺秒平方的量 叫做1牛頓 可以嗎 可以 接下來 我們要跟你講說 因為F等於MA 因為F等於A A就是ΔTΔV 所以如果你的ΔV是一樣的 你的ΔT越大 你的A就會怎樣 越小 因為呢 A是ΔT ΔV ΔV一樣 T如果越大 A就會越小 A就會越小 那麼 所以呢 你的力量就會越小 那你就比較不會受到力量的衝擊 所以呢 火災的時候 地面鋪一個旧氣墊 為什麼氣墊可以讓它減少傷害呢 為什麼墊的氣墊讓它減少傷害呢 因為 它可以把時間拉長 把時間拉長 時間拉長 加速度就會變小 加速度變小 受力就會減少 所以傷害就會減少 沙坑的情況也是一樣 會把我們的這整個的 時間拉長 然後就是力量會變小 然後傷害就會減少 然後又會減少 就是鋪個氣墊 跳個沙坑 減少傷害的意思都差不多 原因是 課本上有畫了什麼撞牆 這個撞牆的那個圖啊 也是一樣的意思 看自己去看就就曉得了 就曉得 OK 汽車上有些安全裝置 跟剛才講過那個氣墊的類似的原理 避免你直接的撞擊 減少 增加你作用的時間 之類的 請問你 有哪些裝置是做這些事的 有啊 那個 張在這邊 有啊 張在這邊 有啊 張在這邊 有啊 27 27 27 這什麼啦 江無神 你不吵啊 蛤 安全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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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縫出一個球 裝去的時候 就跟氣墊的情況是一樣 這都是用來保護我們的裝置 這都是用來保護我們的裝置 有安全帶 安全氣囊 就類似的 OK 來 這是以前講的 地球表面上 質量一公斤的東西 受理叫做一公斤重 這是以前教的對不對 質量一公斤的 受理就一公斤重 我們也教過了 地面上都有最大最大 九點八對不對 所以一個一公斤的東西 在地球上被拉下來 會產生九點八公尺秒 平方的加速度 根據公式F等於Nm 一乘就要等於多少 九點八 也就是什麼意思 九點八 一公斤重幾牛頓 九點八 九點八牛頓 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一公斤的東西 受力叫一公斤重 一公斤的東西 受力會有九點八公尺 兩秒加速度 那就是九點八牛頓 所以一公斤重 等於九點八牛頓 第一 請備好 一公斤重等於九點八牛頓 第二請注意 F等於Nm的F用什麼單位 牛頓 不是公斤重 助力單位 有人會故意跟你講說 我受力三公斤重 請問你加速度多少 你要帶回去的時候 那叫他三公斤變成什麼 變成牛頓 那有的題目為了方便 雞用十代表 這樣好算 那就變成 一公斤重 變成幾十牛頓 看題目怎麼寫什麼回答 看題目怎麼寫什麼回答 就是告訴你 它有多大 請你背下來 同時以後考試的時候 請你注意單位問題 該用公斤重用公斤重 該用牛頓用 牛頓 F等於Nm的F用的是牛頓 可以嗎 可以 可以